他是大家眼中的舞蹈精灵 在优美空灵的音乐中 他用舞蹈抒发情感 看师聪舞者张天娇 如何用身体舞动奇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张奇娇 近来20岁 那次哈尔滨 从小说十一通 但是是看淳于的 你可以看得懂淳于 对 这算是一门技巧 你长得真漂亮 真漂亮 谢谢 听得懂的 那你学习了多长时间的舞蹈 八年 八年 十二岁开始学 辛苦吗 非常辛苦 别人跳一遍 我跳十遍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跳舞呢 因为看了那个电视 别人跳舞 感觉特别英雅 所以看到我特别如你 那我们先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心愿好不好 好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开一个舞蹈工作室 去教跟我一样喜欢跳舞的人 好 来 请回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 大学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很喜欢去教别人 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怎么掌握节拍啊 心理鼠拍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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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有请刘妈妈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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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好漂亮 您好 老师 她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从小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 医疗事故导致她双耳失聪 医疗事故 对 很小很小的时候 几个月她发高烧 然后我就挺着急地抱着她出去上医院 然后打车也打不到 正好路边地段医就说 来吧 快点给孩子退个烧 打个针吧 打了个清大霉素和暗中钉 打清大霉素很容易失聪 就是一辈子吧 就说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这个事 她耳朵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完全听不到 一只耳朵完全听不到 一只耳朵在115分贝左右 就比如说像咱们哪个商场外面 放了一个可大的音响 咱们都感觉特别震 噪音那样的 她有感觉 还分不出什么 就是直到有声音 就不听到她在歌唱啊 是想作词 在歌唱的音乐